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,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斯伯日前指出,若当选会打通台南农,与产品和中国的交流与销售通路。 对此,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痛批,此举无疑是勤鬼开药单,将农民的经济命脉透过两岸买卖前刻交给中国掌握。 是党部执行长蔡立青指出,国牌版2011年为拉拢南部养职业,答应施木鱼器做2000公吨,结果中国市场因施木鱼多次施不惯,价格不断下跌,到2015年仅有19吨,2016年则因价格不符成本而停止计作,由此可见这只是政治上的操作。 蔡立青在批,公子哥高斯伯平常爱开支票,但政治支票可不能乱开,若打包票能打通宵中通路,难道是已经先洽谈好了? 是透过高越人的21世纪基金会吗? 过去这些两岸前刻,透过如前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公青盖支流的两岸门神,将台湾的农业品种,农业技术,产销制度送往中国,中国掌握关键技术后,在以通路优势压迫台湾农鱼产品在国际上的市场,造成农鱼民血本无归。 过去写林林的案例早已显示,将经济命脉交到两岸买卖前和受伤,可说是情鬼开药单。 对此,高斯伯竞选团队稍晚再度反批,民进党全面执政两年,雪假于民及失目于业者确实因两岸关系恶化,导致失目于卖不出去。 去年营业额足足少了1.5亿元,谁过西近受阻,农林生活愈来愈苦,西北严重边缘化全都是事实,为什么执政者就是看不见,也听不到。 另外,两岸农业交流至今已历28年,这些交流与合作的活动原本就不分党派,政府也从未禁止。 21世纪基金会从2009年起搭建相关交流平台,一切活动公开透明,从未涉入任何商业活动,也没有农业技术与相关专利,何来违法输出台湾农业技术及作物品种,担任两岸农业产销前客指论。 更新时间,17点16分分。